是的 我先介紹一下各位嘉賓 就是英國的執業律師 Catherine 林海玲小姐 Catherine 你好 聽到嗎 Hello 你好 兩位 早安 早安 有些入境問題想請教你 和了解BNO Visa 即是最新的狀況 好啊 你是英國執業律師 香港有沒有執業 香港沒有 沒有 英國 我問清楚 我怕好像何君堯一樣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執業律師 你人在哪裏 你又不在英國你在哪裏 很神秘 我現在在瑞士 通常我就 英國香港 瑞士幾邊走 不過現在疫情 暫時在瑞士 同家人 所以 你現在應該天亮 你現在是8點 你現在英國還是 剛剛 今天天氣一般 瑞士是否冷 瑞士 冷不冷 瑞士應該會暖 過英國 我相信 天氣肯定比英國 現在10度以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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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度以下 冷了 但是應該會暖 過英國 英國出名冷 是啊 OK 找你 想一直都 了解一下 那個 入境安排 LTR的入境安排 以及BNO 的進展 那就 不好意思 我們通常在這些移民上面 我們沒有什麼光顧 但是 經常都煩你 問一些 一些情況 希望能夠幫到 我們電台 那些100 自己有 那些聽眾 起碼去初步了解 那個情況 那就 幫到手 簡單直接想問你一些 就是說 先說一下 那個情況 那個大環境 BNO Visa 出台之後 其實 大家說來 說來 說來 很多人就說很雀躍 或者有些人就很關注 這個政策 具體上 就是你一直都處理相關的 移民的 當作服務 OK 法律專業服務 是不是真的 真是成行的人 或者是 在那個市場上 真是 真是 會很具體 真是會來的 那你接觸 是不是多不多 這樣的個案 真的要來的 其實多 嗯嗯嗯 一直都 自從那個 政策 就 開始推出了 就是英國 Home Office 內政部那裡 宣佈了 會有這樣的簽證 BNO Visa之後 就陸續很多 客人會問的 就是 無論是正式 下年一月 那個BNO Visa 或者你剛才說 用LOTR Leave Outside The Route 去入境英國 兩個方法 都很多 很多人會問 就是那些 那些真的 不是 不是很適合 那樣問的 真的問到很具體 接著就來 那隻 其實 是的 其實我也挺意外的 很多人會想用那個LOTR的方法 那不是說 不是說可能 因為我 最初以為 一班 比較 急著 因為自己 自身的處境 比較急著 離開香港的人 其實 甚至一些很普通的家庭 他們都會想 嘗試用這個方法去英國 就是 都真的理真的 就是那些人都是來的 就是人家有用的 很積極的 很積極 都在準備著 很多人都 OK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其實 另一個反映度 是那些人是 有多熱切 有多少準備 就是英國置業 那就是英國 通常在置業上面 都要交給一些律師去處理 多不多人 是透過置業各樣安排 多不多 多 多 其實一直都多人在英國買樓的 就是買來 無論放租或者自主 就是放租其實都很多 那尤其是這一兩年 英榜跌得很厲害 那都很多人 一直很多人在英國買樓 尤其是這個新的簽證 將會推出這個消息 一出之後 有更多人用更快的速度 甚至乎我聽到很多 在香港隔山買樓 直接都不去看樓了 那就去買了 明白明白 明白 明白 那說回那個 說回那個 跟Ruza的關係 剛剛就 擠牙膏式 就來政部 又更新一下 就說 最新那個LOTR LOTR那個 入境安排 我們一直都聽到 就說 今次那個新的安排 更加具體 可以給到 那些三代同堂 那些子女 就算他不是合乎資格 都有機會成行 其實具體的內容 應該是怎樣的呢 那些情況 這個LOTR其實就是 一個非常之特別的 一個途徑 它不是一個 標準的一個 簽證的途徑 它純粹就是 說 內政部 當你入境英國的時候 它有一個權力 給一個卓情權 去你入境 那它是 給了很多 都算是幾清晰的指引 就是說 在一個BNO visa 1月 正式接受申請之前 你可以透過這個途徑 就去入境英國 那它也都說明 你入境的時候 有些什麼要準備 就是譬如 大家都可能 接觸到很多資訊 就是說 你要有足夠的資金 足夠有一個居住的地方 那當然也要證明自己 有一個BNO的資訊 那 帶齊所需的文件 到時候就有一個 border officer 去到入境的時候 有一個官員會去審批 會即時給你一個 LOTR的資格 你這樣 還有聽到一個 不知道 想問一下Catherine 就是最近看的報告 好像說現在 在英國裡面 都安排一些其他 其他資格留在英國的BNO Holders 都可以轉 在這段時間 轉他自己的Visa Requirements 譬如像奇哥 用民民的身份 用投資移民的身份 或者學生的身份 留在那裡 現在申請 轉做LTR 或者轉去 遲些BNO的 都可以 是不是 這個 就 現在來說 就是說 我想是如果你現在 有一個急切的需要 要繼續留在英國 我估計是一群 可能的簽證 已經快要過期了 又未等到 1月正式的BNO Visa 那個申請 他讓你繼續留在英國的一個方法 就是透過申請LOTR 這樣 OK 所以都很多 就是相當 相當鬆動 聽起來 好像一個額外的 一個途徑 其實都是的 都挺意外的 就是作為一個移民的律師 之前接觸這個英國移民法 就算他們對自己 英國人 正式的British Citizen 要帶家人過去英國 其實那個要求 其實都挺高 所以都很意外 他這次這個政策 是這麼寬鬆 當然 Kavin 就說就是寬鬆 就是寬鬆 大家就擔心去到的時候 就因人而異 就看看你 憑你的經驗 有沒有給我們一些建議 因為 因為 BNO 自己有 有些當然好像 樹基那樣 就是 家財萬貫 不要擔心 入境的時候 但是很多都是很普通的市民 他都希望 在這段時間 是過來英國的 即是 就算他連 BNO visa都不等 他裏面提到是關於 要求那個 所謂的生活開支 未來那幾個月的生活開支 以及住宿安排 他講得好像 是不是都較為 空洞 那個做法 那個說法 是的 其實要注意 這個LTR 純粹是一個 叫做卓情權 就 簡單來說 他有絕對的權 或者不讓你進去 但是 看回 一個內政部 HOME Secretary 即是他的政策表明裡面 其實一開始已經說了 就算是 將來BNO visa的申請 他那個資金要求 他都沒有說 他都不會設一個 特定的數字 或者也都不會有一個 叫做 經濟的測試 那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他沒有說到很明白 一個數目字 你要有 每人要有多少錢 或者你要房子有多大 但是 你要證明到自己 有足夠的資金 可以給你去生活 六個月的時間 那 作為一個有興趣入境 英國的人 要怎樣去準備這一筆錢 其實就 只能夠 用兩個指標 第一個就是可能是其他簽證 的要求 譬如一個叫做 我們叫做 Tier One Entrepreneur 之前 很多人會用這個簽證 去申請去英國做生意的 現在這個簽證已經沒有了 但是他對申請者的資金要求 譬如那個主申請人 是3310磅 那 而他的家人 就是945磅 是的 所以你就算一算 譬如我 一個BNO持有者 3310磅 然後我帶我太太 過去或多先生過去 再加945磅 每一個小朋友 再加945磅 這個其中一個指標 你可以說 另外一個指標 就是說 你想一想 你在英國 要住六個月的時候 要有多少生活費呢 那住宿 另外計 住宿 你不就是租房 或者 你有朋友 提供一個住宿給你 那你就想一想 你住那個地區 大概的租金六個月是多少 是的 那就一平加下去 這樣 明白 即是我要 預算那個 解釋一加四口 根據你剛才說的 3310加945磅 一加四口 就像上次這樣說 大約是六千多磅 即是六萬多元港幣 住宿 其實就要預算住宿的錢 意思就是如果你租房的話 假設你那個地區 便宜值 都要一千磅 這樣才算 即是你要預算 有另外那六千磅租房的錢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我不敢說這個是官方的一個要求 只能夠當是一個指標 因為他本人 即內政部那個 本人也沒有說明 那個實際的數字是多少 所以我們只能夠用這樣去做一個指標 那我也有看到網上有很多人會分享他們已經入境的情況 那個經歷 那都看不到有人是因為不夠錢而被拒絕的暫時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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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游租大部分的經濟條件都還可以 是的 是的 你說有些人如果下腳的話 你不能十幾萬 那個心不定 你過來英國的生活水平這麼高 是不是 變成你租房 你真的預六個月的話 你都真的要十幾二十萬的最少 應該都一個家庭一定要 是的 我猜沒有什麼人會拿著幾千港幣的走過去 是的 大班說他去加拿大 是嗎 加錢 是吧 上當年 上當年 上當年可能在說 是的 二十幾三年前的事 是的 是的 所以你說這個門檻是不高的 如果是這麼高 就是說他起碼 是的 其實他都在政策文裡 他開宗明義都說到 是一個非常 很寬鬆的一個 一個簽證 是的 我想再了解多一點 就是說 那個 其實大家看到 例如LOTR現在出了多一點 他還是對於那個所謂的 例如我們其他的Visa申請人 其實都還有些細緻 因為說得很清楚 例如說那個六個月的保護費 即是多少錢 吃多少錢 有條 有條數目字 是吧 那麼Visa申請是多少錢 有很具體的安排 還有通常如果你說要證明你的那個 保護費 你有這樣的能力的話 你要給那個 內政部 是看你的銀行月結單的 是吧 那麼你也起碼要 是不是三個月 三個月的月結單 那麼 那麼明年 就是1月1號 就說開始去申請了 那現在推上回來的時候 很快就已經三個月前了 那為什麼好像還沒有一個很具體的 整個細則 申請的細則給我們看到 好像現在都好像 就是都是擠牙膏式的 有時候他有修訂少許 那個所謂麻煩你一家入境 有時候他又說 現在LOTR LOTR就說 這樣呢 我有個更加具體的安排 三代同堂這樣 那為什麼 即是你所掌握到內政部 是不是都會短期有一個公佈的申請細則呢 其實他講過 即是在 policy statement裡面講過 在秋天 他用的字眼就是秋天 他會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政策會出台 那你說哪一個月呢 其實他都沒有講明的 那這件事其實是比較闖說的 他 即大家都知道他都講明是回應這個國安法 那他 他從宣佈到一個 policy statement出來 其實是很快很快的一件事 內政部很少做事這麼快的 那估計他一直 自從他 大家都知道 自從他宣佈了這件事之後 估計他已經立刻在做事了 即無論是他要去議定那個 詳細那個要求法例 但是他真的要提供一個平台 去給大家去一月的時候做申請 他都要趕及在這幾個月之內 令這件事可以完成到 那變成了很多具體的細節 他都還未可以定定到 那你說到時是否要三個月的銀行月結單 還是怎樣 這個我們真的要等他抽天 你說十月或者十一月我們都還未知道 那才會知道具體的詳情 所以還是要等他國會或者內政部 公佈多些具體細節的事情 暫時就真的 會不會要等10月13號 這個國會那個自由民主黨 提出那個私人條例草案 政府會不會有修正 會不會有些政治因素 就拖拖拉拉這樣 這個我就不去估計 但是就是剛才這麼說 就是他的政策說了 其實他現在已經是去做 去議定的政策 也都準備著一個申請的平台 那個平台他也都說了 是網上可以做到的 就類似一個EU 就是歐洲現在在英國的歐洲人 想申請繼續留在英國 都有一個相當方便的平台去做 那他也說了是一個類似的平台 那所以就 我想他現在其實是一直在做事的 在後台那裡 在做事就是準備接受一月的申請 所以就要再等等 明白明白 那這個就可能我關心 可能我關心 剛才說 樹基也提過一個問題 就說 有些好像我在內那些 有些其他不同的Visa的人 就已經來了 來了英國了 但是呢 又沒有到期的 其實不是說到到期 所以我們需要要轉Visa 而是呢 其實這個BNOVisa 起碼就 不用幫助這麼多律師 第一 第二就是 真是不好意思 直接說 打破很多人 我會繼續幫助 就是直接說 有需要才說 那我想呢 就轉頭回來 問多你一兩句 關於 其實我們這些這樣的 轉Visa的話 需要關注些什麼呢 那我可不可以 我們轉頭新聞之後 回來跟你說多一兩句 好嗎 好啊 好啊 好嗎 那我們 先接個break 我們先 然後回來再談 Hello 我們繼續談 剛才談開的話題 有關那些 是 所謂的移民方面 就是BNOVisa方面 我們要留意的事項 是 好 繼續跟英國質疑律師 Kavin再談多兩句 握著你再說多兩句 有些什麼 聽到有些什麼問 都可以 就是可以 在YouTube頻道裡面提出 那我就想 多問兩句 就是關於那個 轉Visa的問題 因為就有很多 你知道 在BNOVisa出來之前 其實如果想來英國定居的朋友 其實說真的 真是搞盡腦袋 OK 就是我們又不是好像 是的 我們又不是好像 大富大貴 那樣 強國人那樣 二千萬五千萬 那樣去投資英國 那家維你講多那個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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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T1 是不是 那現在轉了 那隻 什麼 創意式的 什麼 那個新的 都是 T1的Visa 就完全是兩馬子的事 不同 就更加困難了 雖然 要的錢 和入場門檻 就似乎低些 但是你需要那個 所謂你那個 專業的認可 又 就是要得到 行業的認可 要英國認可 這個真是 較為困難 說真的 那個新的標準 那變成了 除了你有錢之外 基本上 你透過做生意等等 這個方法 都很難來到英國 就是定居 你知道我們以前 都很困難 就是搞盡腦袋 來英國 就是沒有錢的人 就是這樣了 所以很多一批的人 就是透過讀書 讀書 還有好像我們的T1 有些嫁了外國人 就不用說了 這個就是他們慢慢排 所以都不是的 就算你是嫁了外國人的話 你的配偶那個入息 都有一定的規定 然後還要回到香港 再申請配偶錢證 都不是簡單 你知道英國那個就業的狀況 給了一個穩定的工作 提供一個穩定的入息糧單 給內政部 讓你的配偶來申請 都不是那麼容易 都不是那麼容易 就是有些 都有些困難 面對有些困難 所以就這樣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很困難 很多現在都是拿著 一堆的香港人 可能BNO入境也好 特區護照入境也好 是拿著不同的Visa 其實他就說 那個政策文件就說 1月1日之後 你這班人其實都可以申請轉去BNOVisa 但BNOVisa是五加一的 你明白嗎 五加一 就是要等五年 我們那些已經 熬了兩三年 那些 難道又排過嗎 又排過 就是退休了 那其實應該我們轉的機會 和認可我們在這裏的居留的年期 多不多呢 其實現在在說 如果你在英國已經移了文 在英國手上有一個簽證 那配有簽證除外 那其他譬如一些投資的簽證 如果你想這樣1月的時候 然後轉去BNOVisa 你已經留在英國 可能已經留在英國兩年三年 你想將這兩三年 計算在五加一裏面 這個switch visa這個操作 他給不給你帶走你在英國的年期 其實就要看 到最後都是要看 他正式政策 他怎樣說的 很難在這個階段去估計 他給不給你這樣做 有一些簽證 譬如一些學生簽證 他不給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因為學生簽證本身 是不會令到你在英國 有一個永久居留的權利 除非你留在英國有十年的時間 他本身 純粹一個學生簽證 是不會做到永久居留的 所以你說其他的簽證 譬如 你手上的這個T1 那個年期可不可以計算到新的BNO visa那裡 其實這個這麼技術的問題 都真的要看看他到時候的法例怎樣去寫 那時候有沒有一些人 譬如舉例子 有T1 他都會有另外一些投資 他是投資 譬如他是五年期的 有一些投資移民 那麼去到差不多 轉了下去 entrepreneurs 那有沒有這樣的案例 還是多的呢 其實這樣的情況 會有的 譬如會有學生簽證 以前會有學生簽證 轉去T1 entrepreneur 或者T1 investor 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好像我剛才這麼說 是因為學生簽證 本身是不會給到你一個永久居留的權利 所以有這個switch 這個轉Visa 轉簽證的一個需要在這裡 就是這樣 嗯 是的 這個太刁鑽了 我們再看一看那個 即是接下來 即是內心一點 是不是 再等等 確實有些人不會是這樣的 即是我身邊的朋友都有 真的有的 真的有的 有些還是趕搭 趕搭尾班車 即是 加入一起過來 也有的 真的 即是有一些人 這樣 是的 如果 訪問到一些人 有些開珍珠奶茶 有些 就搞其他事情 各行各業都有 很多人 我想 如果他給你帶上 現時草落的年期 過去新的BNO簽證 當然會是最好的 即是會幫大家省很多錢 還有很多精神 時間精力 其實不是錢的問題 是時間精力的問題 是的 即是申請一次簽證 即是現在BNO簽證 大家可能覺得 即是我想 Cathy我想你最清楚 以前搞任何的簽證 過來的時候 英國不是一個移民國家 即是煩都煩死你 即是不要說錢的問題 就是你那些文件上面的東西 即是哪有網上 所以就有我們的生存空間 所以就有我們的生存空間 即是煩都煩死你 所以以往就是這麼困難 現在其實真的很寬鬆 所以就寬鬆得來 都要有規矩 簡單來說 但是真的 真的為什麼 我們有很多人問 為什麼可不可以轉換MISA 就不是說差錢的問題 是那個心力的問題 你再三兩年搞一次 即是Extend Visa 那你真是多頭痛 多少時間 心力去準備 這個帶到下去 另一個問題 大多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現在其實是 無論是BNO簽證 或者現在前期也好 LTR也好 它都是可以在境內 對不起 BNO簽證將來可以境內 英國境內申請 以及在境內 在香港申請 以你的經驗 覺得 其實在哪裡申請 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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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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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沒有 我暫時看不到 又比較 較好 或較穩當 或者有什麼特別的分別 是 因為它也說了 到時候申請的平台 會在網上去做 其實理論上 你身處世界各地 你都可以申請 所以就有說 其實我在英國申請 也是一樣 以往我們其他人申請 包括學生Visa 在內 在香港 他們要在香港做先 對 到了先 譬如你配偶簽證 都在香港做先 你知道代辦 那個代理都是代辦 他什麼都不知道 你多問他兩句 又不會回答你 有什麼呢 就扔回去 英國 英國之後 不行的時候 再扔回來 那你來來 他就死定了 所以我們 聽到說 英國做得 的話 就是我們那些 就是我試過一次 在英國 幫太太 Extend VISA 是很有效率 很快的 其實不是 有效率 我想它簡單一點 不用左問右問 它馬上答到 你說可以還是不行 馬上做到 變成我聽到說 在英國可以做 當然 我想見人 有什麼都在英國做 不用轉來轉去 但如果你在網上平台的話 全世界都一樣 好像現在我們 BNO申請 都是用網上的方法去申請 現在的護照 沒錯 BNO護照 現在是在網上申請的 是的 網上申請 不過你也要遞交文件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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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再說 那個平台 好像EU這樣說 EU那個 Citizen在英國 那裏 那變成文件 都是自己掃描了 就這樣 傳上去就可以了 不需要 都不需要 特別去處理 相關那個資料 有機會是這樣 有機會是這樣 其實它說了 申請人到時候 會有一個叫做 Digital的Visa 那有機會就是 都不用看 正本的文件 那你掃描了 那拍幾張照 那就做到了 明白明白明白 好 謝謝你 Kavin 我們密切留意 那些情況 如果我們有些不清楚 我們真的可能再麻煩你 到時候你不要介意 我們那些免費 免費諮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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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到時候 有你們 指點一下 我們就 有信心 很多 是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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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Kavin 謝謝你 拜拜 謝謝 謝謝Kavin 在瑞典 瑞典 瑞典 是不是瑞典 瑞典 瑞典 在瑞典 跟我們聊天 瑞典 對不起 瑞典 有些我就沒有問 有些聽眾說 Kavin究竟移民瑞典好些 這時候是英國好些 這些不用了 瑞典 是不是滑雪 應該 瑞典 好老實實 說笑這麼說 什麼時候都是瑞典好些 無論夏天 是不是真的嗎 講居住環境 條件 那當然 條件就是 你能付得起 但是瑞典 比英國的生活更貴很多 是 是 是 因為也趁這個機會 都想講一下 是關於那個 其實網裡面 當然大家都很幫忙 不要說誰對誰錯 很多人都提供很多不同的資訊 這樣 有些朋友就說 吹淡風的 就說那個BNO Visa 過來的時候 找不到工作 做 房子又租不到 拿不到NI 所以 現在不要搞了 不要過來 因為有些人真的好像Cavin說 就說 立刻就走 真的有些人好像都很心急 要過來 因為我想 有些就是有實際需要 有些都在香港 那個政治各樣的環境 令到可能 有些人 真的都不開心 不開心就要走 走得都很急 所以有些人 我也是看報道 有很多就說 或者Facebook 有些人說 這些人叫大家不要過來 又怎樣怎樣 好像說到很多技術上面的困難 這樣 移民當然是那個 一家大小的考慮 也都是過來的時候 也都需要簽證上面 要處理 都是頭痛的 最煩是簽證的 其他事情就是 在英國生活 我反過來 我覺得如果想來想走 真的不需要考慮太多 那個英國生活那個條件 這是我個人這樣說 考慮自己多些 你覺得其他事情事在人為 老實實 是的 只要你那個心態 覺得去到英國 因為英國始終那個生活環境 和你接觸的人 文化 衣食住行 有少許 跟香港不同 一樣 等於香港人 如果需要回去大陸做事 都不是很習慣的 那個衣食住行 是吧 你叫我在 大灣區 搭他們的巴士 巴士我都不會搭的 是吧 搭那些的士 有頭暈 每個地區都有 那個特點 是吧 有些人覺得 在大陸吃東西 更豐富 在香港 多東西吃 是吧 乾不乾淨 還是一件事 這樣 所以你始終都是 有一些不同 那個 生活的安排 和情況 就是 在內地 你開過銀行戶口 又有它的那個程序 你覺得英國很煩嗎 那我就不覺得在大陸很方便 我講真的 OK 那所以就 如果是 語言會不同 是吧 那以我們的普通話 那麼爛的 那就 兩邊語言都是差不多 OK 那所以都是這些這樣的事情 就不會有些什麼 技術上面的困難 來到英國是克服不了的 就算是說 我們說 你要做事 要有一個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 因為你是 這個 沒有這個 居留權 有resident 因為那個 LOTR 都是一個 臨時入境的安排 你拿不到NI 那我不同意的 因為NI 是有一個 臨時的 補償的NI 可以申請的 是的 其實我都可以說 我當時的經驗 是的 NI 最主要就是 NI 是僱主出糧給你的時候 他要你的NI number 可以幫你做那個公款 因為這個是需要報稅 需要用 那現在 大家可能需要給點耐性 原因就不是因為政府 而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有很多job center 就未必有開 或者只是間歇性地開 所以在預約見面那方面 就有點麻煩 以前job center 長開的時候 你根本去walk in就可以了 連預約也不用 還有 以前來說 就有一個臨時的NI number 有這樣的措施 因為通常 還有NI 他那時候僱主 他聘請你做事的時候 他問你有沒有NI number 其實他說 有時候他是嫌麻煩 他聽到沒有 他嫌麻煩 其實 現在有個provisional 其實已經可以了 還有有個網 其實provisional 是上網申請的 對 上網申請的 都是上網申請的 通常是上網預約 通常是上網預約 在網上預約了時間 通常是要見一見你 其實這個見面 其實不是很重要 老實實 幫助不是很大的 好像幫你找工作 他叫你幫你找工作 安排工作 但其實事實上 都不是教他的 基本上 在工作方面 其實大家都是這樣找工作 經常都說 不知道奇哥和不同意 我覺得英國的生活 生活容易發達難 你滿足你生活的所需 那些完全絕對不難 只要有手有腳 所以就 但是你說 能夠賺很大筆錢 真的比較難些 這件事就 老實實 所以有兩件事 我覺得是需要分享一下 不是糾正 不敢糾正 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經歷 我不敢說 第一件事 就好像樹基所說的 所謂的NI號碼 NI號碼 就是National Insurance碼 其實這個碼是重要的 坦白說真的 真的重要 很多人叫你 無論你開銀行戶口也好 其實很正常 人們會問你 拿身份證一樣 他們就是車牌 和NI號碼 就是你的所謂 National Insurance碼 身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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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也是重要的 所以有些人 就會以為 因為你過來 是沒有一個居住的那張卡 變成你就 申請不到NI號碼 其實你用一個護照 可以申請到 臨時的NI號碼 即是你的終身編號給你 要經過面試 在Job Center 現在 現在開了 但是那個預約會很長 所以你繼續 用著臨時的NI號碼 去建工 找工作 或者個人所需 都可以用這個NI號碼 這個不困難的 其實建工人不需要NI 我公司也剛剛幫我老婆 申請的NI號碼 很簡單 是的 那你就先申請 那沒問題 第一 第二件事就是 臨時先申請過 第二件事 這個謬誤的就是 大家覺得 我一直都要住B&B 我沒有了一個身份 NI號碼 連那個租屋也租不到 我想說這件事情 是錯的 是的 不對的 我過來英國的時候 第一次過來的時候 我真的很謬誤 我不知道B&O 在英國居住的規定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B&O 就可以在這裡 什麼都可以 是不是 那些人就笑 就是這麼傻 那時候急起上來 B&O入境 入境的時候 我也是沒有申請任何Visa 我也是沒有NI 什麼都沒有 我怕我逐樣做 正如我所說 就是我先買車的 我先買車 然後再找房子 先買車 不是先買車再找房子 最初不是買房子 我也都絕對不贊成 大家過來這麼快馬上買房子 因為你看定些 很多人都教我們 看個區 各樣東西 住在那裡 一定不買房子 最近才開始買房子 所以就 一過來的時候 就先買車 然後後找房子 找房子 過程裡面 確實是有些不方便 因為大家問你 就是拿收入證明 我只能夠給到香港的稅單 以及收入證明給他 他是有些猶疑的 確實有些猶疑 但我想比較多 因為他不認識那件事 就不是不租給你 他是不認識那件事 是的 是有點猶疑 是的 他有點猶疑 左問你又問你 所以我說過 你在英國買房子 如果你拿著 OTR入境 未有居住入境的身份 或者在英國未有做事 而你是沒有入息證明的話 確實是有些困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很多物業的安排上面 是說明你要有多少錢的收入 你才可以租到多少錢的房子 不是你放下支票 你就可以租一個三萬四萬港幣的單位 不是的 他要看你的入息證明 他才會租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確實是 英國有很多租壩的 說真的 那你到時 就是租給你容易 送走你是真的困難 那些人是有點擔心 所以就確實是有點猶豫的 但是不是租不到 最後呢 都不是大家說一年租 我最後簽到的租約 都是半年半年這樣簽 對不起 一年租約 但是半年半年這樣去payment 付錢 付租 那麼這個半年付錢的租約 是應該都 我想現在都應該繼續生效 沒有問題的 所以那些人是說租不到房子 我又覺得這個不是事實來的 我想這是個別的經驗而已 我整體來說就不是 是的 但是 是的 但是個別裏面有一些租務的方法 是你享受不了的 是真的 因為譬如舉例子 對香港人來說可能匪夷所思 就是比如按金的問題 那這裡有些租務 是因為有些人真的交不起按金 我不是說香港人 所以他就有一些所謂的免按金 或者減半按金的安排 就在你的租金裡面 譬如你交一百元租的 你就要交一百一十元租 即當是借給你 借給你那個首期 就交貴些租 那有些五花八盆的租盤 那些這樣的安排 有些地產公司會做這件事 那你享受不了 那你就可能是死固固 就說你需要給到半年的租金這樣 好的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奇哥 其實最主要就是大家可以安心 就是車到山前總有路 那我們就 今天節目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三再繼續談談 BNO的種種問題 再見